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童哥 今天我們要試的就是 童哥試過有史以來最舒適最豪華的SUV 就是冰地的Bentega D8 因為這部車絕對不是拿來配的 所以我們今天慢慢的品嘗一下 它的舒適性跟它的寧靜度 我們現在放在舒適模式 其實這個輪胎呢 即使搭配的是285 45 21的 貝耐力Scorpio輪胎 即使路不平你也會覺得說 這跟你沒什麼關係 因為基本上你就是開過去 然後非常舒服 即使我們在過一個90度的急彎 它也是很輕鬆的感覺 但是因為它避震器設定是比較舒適 所以它的上下的波動會大一點 如果你是在山路上開 所以其實平常的時候我會建議 還是放在標準的Bendy模式 就是它是自動的設定 如果你選了所謂的Dynamic套件 它就會有一個48V的系統 相對之下 避震器的設定呢 它可以很快速的改變 反應非常好 現在這個模式就很舒服 48V它就採用一個電子渦輪的設定 即使你在低速的時候 它電子渦輪可以馬上啟動 所以讓你會開起來 這部車更像一台NA的大CC數的車 這可是一台V8雙渦輪 550匹的引擎 但是你看現在開起來完全沒有聲音 我還以為是油電車 在打方向盤的時候 你會覺得車頭其實沒有覺得非常重喔 打了之後呢 車子就照你的要求喔 入彎 看即使這樣降著速度喔 降著急彎它都非常輕鬆喔 它也不會覺得說整個車子往外拋 一種離心力很大的感覺喔 它基本上還是Hold住它的線 我覺得這個跟它懸吊絕對有關係 好崎嶇路面 完全沒感覺 真的是 完全不用怕喔 可以踩著油門過喔 它的煞車呢 也是前面多活塞喔 鐵的煞車盤的話 它是前面400後面380 即使喔我們在這個山路喔 急煞喔 或者說很順暢的煞車的時候 其實你不會覺得整個人往前傾的感覺喔 相對之下就是舒服 這就是讓人家有個安心感 讓開這個大車不會有恐懼感 不會覺得說 哇好像開了一個這個火車頭這種感覺喔 其實它可以很細膩 你可以很細膩的開它 並不會讓你覺得說它只是追求豪華 然後完全沒有性能喔 我們現在呢就 試一下動力跟操控喔 相對之下 引擎聲馬上變大喔 然後 喔喔喔喔 不錯喔 就馬上有運動感喔 那因為今天地是為師喔 所以你相對之下會聽到輪胎叫 但是 是安定的喔 你看 再過彎的話 它完全沒有問題 然後550匹 喔喔喔喔 你會覺得稍微的推頭 OK 550匹的馬力呢 在Sport的版本設定上 其實它的輸出還是非常線性喔 輪胎會稍微 因為是D 我覺得是D D的關係喔 它是會稍微前輪會 出去一點點 但是是Hold住的 對 對 嘿嘿 雨天還是要小心啦 我先說 但是它在 即使在這樣的路況 它還是很平穩的喔 我們不會覺得它側行很多喔 說不定 給一些人 可能還會有一點 錯誤的安全感喔 要記得 一定要減速入彎 但在速度以內呢 其實你可以感覺到 底盤是安定的喔 甚至於輪胎 你甚至於不會覺得它 路面的彈跳感喔 因為 表示它有真的吸在地上 它的極限 大概是因為輪胎喔 因為這個輪胎 Scopio的 輪胎我可以看到 有很多輪胎的細紋喔 所以它 會比較容易叫喔 但是我覺得這個懸吊設定 真的很好喔 我不知道它的防晴感啊 電子氣壓避震器 是怎麼設定的喔 但是這個感覺是很安心的喔 不管我們 用什麼速度開 基本上 它是很 舒服的 讓你在裡面 享受這個過彎喔 這樣開下來 其實它還是以 豪華舒適為主喔 但是我講真的 我覺得Benny 真的 我可以開這一台 這麼大台的LSUV 然後還可以保有 我一般開車的 這個韻律感喔 它對它的車子呢 一定有性能的要求 但是它同時 又要享有極致的豪華 買賓利車呢 其實有另外一個樂趣喔 就是選配 因為它是標榜手工打造 所以經過你選擇一些 你的個人套件之後呢 就可以擁有你自己喜歡的賓利 那我們剛剛開的那一台呢 是比較基本的選配喔 那在我後面這邊呢 反而是有一台已經選配完的 我們來看一下喔 首先呢 可以看到它全車是黑色喔 因為它是選擇了黑色的套件喔 但是你可以看到下巴這邊 是碳纖維的下擾流 還有一個側裙喔 再加上這個尾翼喔 這個尾翼喔 這個尾翼可跟一般的尾翼不一樣喔 它是全碳纖維打造 我不知道它的價錢多少 但是我覺得超過50萬以上喔 光那個尾翼我覺得 然後呢 再來就是22寸的黑色鋁圈喔 再搭配上 被耐力P0的輪胎 內裝的話呢 可以看到這個紅色的內裝 其實是標準的配備喔 這個車主呢 為了揮映它的黑色套件 所以它在內裝的部分 也選擇了Carbon的飾板喔 光這中央安座7萬一 加上儀表板跟中控台 跟門式這邊呢 總共加起來50萬有找 那賓利內裝呢 絕對不可以少的就是這個 縫四上去的賓利LOGO喔 這樣子四個LOGO呢 總共要價74萬喔 因為每個LOGO是5100幀喔 手工縫製的 那所有的選配呢 都可以來到這個客製化區喔 來做選擇 可以看得到這邊 有所有的皮革的顏色 木紋的選擇 還有縫線 然後所有的烤漆顏色 應有盡有 包括這邊客製化你想要的什麼圖文 還有它的Moulinor的系列喔 而且2019年正逢賓利100周年紀念 所以今年你來買車呢 你都可以享用這100周年的特別套件 其實賓利不光只是要賣車給你喔 因為它今年已經100歲了 你可以從它的操控 它的豪華度 跟它的精緻度呢 感受到它100年來 累積的造車工藝 喜歡桶哥影音的朋友 記得要訂閱桶哥的YouTube頻道 PIT63 及董車弟的帳號 桶哥試駕喔